绝句 杜甫 唐朝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伯东吴万里传 这首诗描写了成都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景 表现了诗人沉浸在美好大自然中的由衷喜悦之情 师大义 两只黄梨在翠柳之间鸣提 一行白路飞上了碧蓝的天际 透过窗口可以遥望西山的千年积雪 门外的大河里停泊着远航东吴的船只 江畔独步寻花 江畔独步寻花 杜甫 唐朝 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鸣支笛 榴梨细叠十十五 自在交音恰恰提 这首诗以细致的白描手法 描写了诗人成都草堂的邻居黄四娘家的花团锦簇 折发了诗人陶醉于迷人春光的喜悦之情 诗大义 黄四娘家的小路旁鲜花盛开 千朵万朵把花枝压得低矮 追逐的蝴蝶流连望返翩翩起舞 娇媚的黄鹰百转千回 多么自在 自北顾山下 黄鹰百转千回 黄鹰百转千回 鹤鹿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筝一帆旋 海日生坛夜江春入旧年 相熟和尤达归焰洛阳边 北顾山在京江苏省镇江市北 三面临江 这首诗书写了诗人旅途所见所感 表现了游子思乡之情 全诗情景交融 意境声援 诗大义 旅途还很遥远 远在青山之外 成州行驶在碧波荡漾的江面 春潮上涨使江面显得更加的宽阔 江风顺畅 正鼓起高悬的白方 残夜将近 太阳已从东方升起 江南春早 年底便有春气送暖 写好一封家书 何处寄给清卷 带大雁北归烧兴到洛阳故园 春夜喜雨 杜甫 豪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声 随风前入夜 若雾细无声 夜静云聚黑 江传火独明 小看红诗处 花众尽观成 这首诗以细腻入微的笔触 描绘了成都春夜 浦降洗雨的情景 以及想象中的雨后 景观成的艳丽景象 诗中洋溢着诗人的兴奋喜悦之情 诗大意 豪雨也仿佛知道季节的实力 正当春天需要时 它就降临 随着微风悄悄地在夜里飘洒 细细地滋润着万物 无声无息 乌云密布 野外昏黑一片 欲显的江船上灯火明亮 清晨看那润湿而红艳的地方 正是繁花寒水盛开着的景观成 复得古园草送别 白居易唐朝 历历原上草 一岁亦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方清古道 情脆皆荒荒城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说明 这首诗是诗人少年时代的习作 他热情地赞美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 同时表达了对朋友送别的依依深情 诗大意 原野繁茂的青草 一望无际 每年它枯萎了 又重新长起 冬日的野火 永远不会将它烧尽 春风吹来的时候 又长得生机勃勃 远处的青草 已遮盖了微移的古道 阳光下 一片翠绿连接着荒凉的旧城 今天 又送远游的朋友 离乡而去 那茂盛的青草 也满含着离别的深情 恒西堂春晓 鱼四凉 宋朝 一把青药 衬手清 清烟默默 雨明明 东风染尽 三千情 白鹿飞来 无处停 这首诗 描写了 插秧 季节 水田里 清苗 旺盛的景象 意境 开队 开阔 清 太阔优美 师大义 把把 秧苗插下 随即 就反了清 水田里 清烟弥漫 英语 明明 好 浩荡的东风 吹绿了 坐花儿 绿鹰 冉染染 遍天涯 灵鹰提到 无声处 青草池塘 处处挖 百花凋零 大地 却绿染染 一片葱龙 黄鹰 刚刚停止唱歌 池塘 却又响起了 阵阵的蛙鸣 这首诗 采用对比的手法 生动的表现出 牧春时节的景象 诗大意 门外落花飘零 无人问津 绿树成荫 草木茂盛 无边无影 林中的黄鹰 提叫刚刚停歇 又听见青草池塘边 处处的挖鸣 宋春 王力 宋朝